各位朋友大家好 先回答一下一些网友对于昨天习近平的元首外交提出的问题 有网友说啊 说这个元首外交它是一个普通的常用词 各国都有元首外交 这个说法很正常 但这样的说法呢 其实并不符合事实嘛 如果元首外交是一个很普通的常用词 那么以前为什么北京的官媒它从来不用呢 毛泽东时代有元首外交这样的说法吗 邓小平时代江泽民时代胡锦涛时代 我们也都从来没有看见北京官媒使用过元首外交这个词 就是在习近平时代直到今年8月1号为止 也都没有出现过元首外交这么一个词 所以如果说元首外交是一个常用词 那么北京官媒早就应该使用了嘛 那为什么北京官媒过去从来不用 那显然就是元首外交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常用词 那我们退一步说 就算是这个元首外交啊 它是新华社在8月1号创造出来的一个新词 那既然这个新词出来之后你就应该继续用下去才对啊 那不应该只是在8月1号这一天出现过 那事实上啊 元首外交这个词啊 只是在8月1号这个新华社的新闻稿中出现过一天 到8月2号以后 同样谈习近平上半年外交活动的这些文章当中啊 就不再提到元首外交的说法 也就是他又回到了大国外交这么一个说法 可以说呢 元首外交这个词啊 在北京官媒中只出现过一篇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前人没有用过后人也不再用了 这显然是一个不正常的事情嘛 所以这件事很明显啊 他是习近平想搞一个个人崇拜的一个作品 只是习近平没有想到第二天呢 川普就甩出来这么一个3000亿美元的关税大棒 就让习近平这个元首梦只做了一天就完了 根据北京官媒的报道 在8月3号呢 中主部部长陈希啊 同这个北戴河的一些这个老干部专家 他举行了会见 这也就是说明啊 这一年一度的中共的北戴河会议呢 已经开始了 那么这一次北戴河会议呢 对于习近平来说啊 无疑是一场鬼闻关 他能不能过关是个大问题 有人或许说啊 习近平可以选择不去北戴河 这事情不就完了吗 其实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 这是习近平你不管去不去北戴河 北戴河会议这一关他都是要过的 虽然说习近平你可以选择不去北戴河 避开老同志们对他这种当面批评的尴尬 但是不去北戴河对习近平来说并非是一个有利的事情 因为习近平不去的话 那就是等于让习近平的那些反对阵营啊 他们可以放开议论习近平的事情 这样就让习近平是更加的被动 所以习近平去北戴河呢 他也可以压一下场子 可以镇住一些反习近平的言论 应该说习近平去北戴河啊 相对是对他更有利一些 但问题是习近平如果去北戴河的话 他就必须面临两大问题 你必须要解释 习近平啊就必须要向这些老同志们解释 中美贸易战规模越大越大 这是怎么一回事 香港的抗议活动越来越激烈 这是怎么一回事 习近平对那些老同志们的解释 你当然不能用人民日报那样欺骗老百姓的回答了 习近平在这些老同志面前 虽然他也不会说实话 但是呢 他要把这个中美贸易战的责任啊 完全推到美国说他一点责任没有 这个是很难说得过去的 通常在香港问题上 你把这个香港的流行示威 全部推到什么西方敌对势力上 说是习近平本人一点责任没有 这个事情呢 你对老同志们解释肯定是说不过去的 所以呢 一旦你要谈到中美贸易战 谈到香港问题 就必然牵扯到习近平的领导责任问题 所以这件事让习近平是非常尴尬的事情 我们总结一下习近平打中美贸易战的套路啊 其实就是两个套路啊 一个是吓唬美国人的下的套路 另一个呢 就是忽悠美国人的这个骗的套路 习近平的这个套路就是下不住就骗 骗不住我再下 就是这两个套路翻来覆去的反复使用 在去年刚开始啊 那时候川普总统就提出要求中国削减1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 那时候啊 习近平刚开始就用这个吓唬人的吓的套路 他就对美国的态度非常强硬啊 就是要以牙关牙奉飞到底 当川普总统打出来500亿美元关税的时候呢 习近平态度还是非常的强硬 说是北京也要用500亿美元的关税啊 进行一个对等的报复 可是当美国啊 第二次打出这个2000亿美元的关税之后呢 习近平啊 就感到他这个吓唬人的这个吓人套路啊 就是已经不行了 因为习近平你吓唬人 不但没有把美国人给吓唬 反而让美国人给当真了 让美国以为北京真是要和美国要是以牙还牙 奉飞到底要强硬对抗了 那这样的话 那北京不就是第二个苏联吗 所以说习近平用这个吓唬人来吓美国的套路啊 反而给美国那个中国威胁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证据 反而让美国啊 对中国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警惕 要在各方面要围堵遏制中国 那这样一来呢 习近平也感到他这个吓唬人的套路啊 是玩不下去的 所以他就又改玩这个忽悠人的骗的套路 习近平呢就想学那个朱镕基的经验 说是和美国也签一个协议 但是我们不执行 这样呢就可以把美国人给骗过去 这种想法啊 可以说一种地道叫做东施笑评啊 我们且不说朱镕基是不是真的故意要骗美国人 即使是朱镕基骗了美国人一次 你要用同样的办法来骗美国人第二次 你显然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因为这一次美国和中国的这个贸易谈判当中啊 他就充分的接受着2001年当时候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协议的那个教训 所以呢美国人在协议中一定要加入所谓的执行机制 就是一旦美国发现如果中国不按照这个协议执行的话 那么他马上就要启动他的惩罚机制 所以说呢习近平啊 你想用2001年办法再骗美国人第二次 这个想法真是本身很幼稚 但习近平啊 他却以为他可以把美国人给忽悠过去 他可以把美国人给骗过去 所以呢他可以用这个办法呢 可以把这个贸易战给停下来 也就在这么一个想法之下呢 在去年的12月就是中美阿根廷首脑峰会上啊 习近平突然就开始软化了 他说要准备啊和美国通过谈判来解决两国之间的贸易问题 但是美国的态度啊 就是谈判可以谈 但是这一次的这个中美贸易协议啊 不可能是一个50对50的对人的协议 必须要对美国游利 也就是说美国提出啊 这个中美贸易协议必须是一个不平等的协议 那么在美国放出这种话的情况下 那习近平还表示继续愿意和美国谈 显然呢习近平就是表面上对美国忽然认怂 就是啊你们不平等的协议 他也可以接受 但心里面呢他却想着怎么来骗美国人 所以呢在中美贸易协议的谈到最后的阶段呢 习近平又觉得他这个让步太多 又想修改协议 结果呢就引起了川普的暴怒了 就导致了今年5月份的这个中美贸易谈判的破裂 中美贸易谈判破裂之后 习近平这个忽悠美国人的骗的这个套路又搞不下去了 所以习近平又改回到过去那个吓唬美国人的套路 于是呢北京官媒又开始掀起一场反美的大浪潮 不过你这个吓唬人的套路啊你第一次用还可以 你要再用第二次那你这个效果就大打折扣了 因为对方已经看出来你不过是一个虚张绅士 人家也不怕你了 所以呢习近平他第二次吓唬美国人的套路 根本就不顶用美国人根本就不顺你这一套 所以他又换套路了 又第二次再要玩这个忽悠美国人的套路 所以在今年6月底这个大阪的G20崩会上啊 习近平他又要玩这个套路就是要骗美国 骗川普他以为这次能够得手 但是呢当8月1号川普宣布对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税之后呢 等于就是宣布习近平第二次忽悠美国人这个套路又失败了 那么我们看习近平第二次忽悠美国人失败之后 他怎么办呢 因为习近平只有两个套路吗 不然就是吓唬人的套路不然就是忽悠人的套路 这个套路翻来覆去就是这个来他来回的用 也就是所谓的忽然忽义 可是你这一次你忽悠美国人第二次失败 你再想忽悠美国人第三次你就很困难了嘛 所以习近平真是到了一个叫做前驴忽穷 没有套路可玩的地步 那么这次呢北京对美国这个3000亿美元的关税 他所谓的反制措施和手段呢 基本上是用尽了 他可以说没有什么报复的手段可用 首先呢北京用关税对等报复肯定是不行完 第一次北京报复是500亿关税 第二次呢北京报复是600亿的关税 那现在北京剩下的也就是两三百亿的关税可以报复了 如果说这一次北京宣布说 要对3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关税进行报复 首先在面子上你就先梳了一大截 因为美国是3000亿美元你北京是300亿美元 你这样的报复连面子上都过不去嘛 所以说呢这样就让人家感到啊 你北京基本上牌都用尽了 也就是无牌可打那么一个感觉 还有人说北京可以用稀土来报复美国 这个办法其实根本也就不现实 因为你北京啊除非对全世界你都禁运稀土 只要北京把稀土卖给其他国家 那些国家就照样可以转卖给美国 北京一点办法都没有 所以呢稀土牌啊 其实没有什么打击美国的实际功效 没什么用 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不可靠实体清单 那在今年5月31号啊 北京突然曾经很高调的宣布 说即将实施一个不可靠实体清单的制度 列入这些清单的外国企业和个人呢 将受到北京的制裁 当初北京曾经啊很高调的声称说中国反制 说到做到 但至今呢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了 这个不可靠实体清单还是毫无踪影啊 根本就是你说到你做不到嘛 估计北京当时推出这个不可靠实体清单啊 就是习近平想吓唬美国人的一个套路啊 他就想用这个不可靠实体清单 来吓唬美国人不敢打这个3000亿美元的关税牌 现在既然美国已经把这个3000亿的美元关税牌已经打出来了 所以北京这个不可靠清单这个吓唬人的东西也就没什么用了 最后呢不过就是不了了之了 现在北京剩下的唯一的对抗手段就是人民币贬值了 那么在今天8月5号就是在安利安的人民币的这个兑换美元啊 双双都跌破了7的关口 那今后北京是不是要动用这个人民币贬值的办法来对抗美国呢 目前还不能肯定还需要继续的观察 因为现在中国也是一个进口大国嘛 因为你人民币贬值对中国经济未必是一个正面的效果 所以呢现在北京是不是真的下了决心要让人民币贬值啊 现在还不好说 我们再说香港问题 香港最近的游行示威人数啊虽然有所减少 但是和警察对抗的冲突却越来越多越来越激烈 8月3号呢 又有示威者的爬到了一个海港城外的一个旗杆上 就拆下了中国的国旗丢到海底 这样呢就进一步就激怒了北京 据说今天香港还要举行一个大罢工 所以呢香港问题对于习近平来说啊 又是一个很大的责任问题 那这样一来这次习近平在这个鬼带河会议上能不能过关 对于他必然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如果说习近平你拿不出来一个对中美贸易战和香港问题的解决对策或者方案 那么自然就会出现要求习近平放权 甚至要求换人的呼声 习近平这个时候确实是非常的被动 我们从目前习近平的这个困境也可以看出来 其实这也是习近平搞个人崇拜和搞这个个人独裁的一个自己引起的一个恶 因为习近平就把他那个智囊团搞成一个吹牛拍马团 每天对着他就狠吹狠拍 把习近平就吹拍成一个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一个全能的天才 这个吹牛拍马团把习近平捧的是晕晕乎乎的 他还以为自己还真是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全才了 所以习近平也智囊团也不要了 只要他一个人拍脑袋决策就可以了 如果习近平有一个好的智囊团帮他出主意想办法 那中美贸易战也好香港问题也好 绝不会搞到今天这么糟糕的地步 但问题是现在习近平身边的人都是那些善于吹拍的吹牛拍马之徒 因为习近平只喜欢那些对他歌功颂德的吹拍之徒 他不喜欢那些不善于吹捧人的那些实干家 那这样一来习近平身边那些不善于吹捧的实干家 也就纷纷都散去了 换上来的都是那些只会吹拍 不会实干的那些吹拍之徒 习近平在这一帮吹拍之徒的围绕之下 今后肯定还要栽更大的梗塗 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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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